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琵琶花 不过特点就是有个小蜜蜂正在采蜜 南加州的水果接得好不好 跟蜜蜂多不多有密切的关系 据说现在蜜蜂已经在南加州陷入了危机 所以将来有机会能够在后院养一项蜜蜂 是我的理想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受到广泛的关注呢 这当然是跟国际关系跟国际贸易密切相关 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围堵中国 中国能不能打破呢 两大缺口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德国和法国 一个在亚洲 一个在欧洲 两大缺口 目前形势发展来看 无论是韩国还是德法两国 现在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 或者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对立 越来越明显 所以舒尔茨这次访问中国 能不能够改变这种态势 让中国可以通过欧洲来打破美国的对中国的封锁呢 这就是舒尔茨访问中国的意义所在 不过呢 舒尔茨访问中国 他跟上次一样 带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 虽然有一些内阁官员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商业代表团到中国 舒尔茨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身份 要跟中国的相关的负责人 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聊一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我们过去说 德国还有韩国这两个国家 在对中国的依赖方面 是两个最大的苦主 如果是他们在中国的企业 一旦受到巨大损失的话 或者是用这种脱钩锻炼的方式 来跟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话 那么他们不但是在华的企业 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整个经济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德国现在是排全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 所以说德国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地位 因为它跟日本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韩国也是一样 所以像德国的奔驰宝马汽车 德国的汽车行业还有大众汽车 以及韩国的半导体企业 像三星啊LG啊这些 它在中国如果一旦 企业的利益受到重大影响的话 影响的不是企业 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 这就是德国总理说的是 为什么要一而再地访问中国 苏尔斯访问中国呢 中国方面以高规格接待 习近平跟苏尔斯见面之后 两个人一同散步 习近平跟这个国家领导人会面之后 散步成了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呢 代表两个人关系很好 比如说习近平来美国参加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也跟拜登散步 很多人都去追究说 习近平不会讲英语 你跟拜登两个人散步有什么交流呢 这不是他跟拜登有什么私下交流的问题 习主席要用这种方式说明他跟世界各国的领袖都是好朋友 川普呢 川普是一直说我跟这个领袖是好朋友 跟那个领袖好朋友 习主席跟他们散步 比如说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广州听一曲高山流水 也表示两个人的关系 除了大国领导人关系之外 还有文化上的交流 还有一些私交 所以习近平跟苏尔斯在钓鱼台国兵馆会面之后 在钓鱼台里面也有一段散步 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讲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引起了非常广泛的重视 习近平说什么呢 说世界百年的变局在加速演进呼吁要大国合作 习近平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争夺 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合作 那么谁跟谁合作呢 中国和德国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 那么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 意义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 为什么超越呢 这是对亚欧大陆乃至对 整个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 这个有关百年变局这个说法 为什么在国际媒体上引起关注呢 因为习近平在去年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那个镜头吗 习近平跟普京告别的时候 跟普京说 当今全球面临百年变局 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 所以这句话被理解为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未来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的方向 由中俄两国主导 那么这个主导其中一个因素 当然就是要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 能够打败乌克兰 所以当时习近平这个讲话 被西方国家理解为 中国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上 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习近平跟苏尔茨会面 又提了百年变局 并且还加上了加速演进 这说明什么呢 我个人的理解 整个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 是一个百年未遇的变局 这一点在习近平的脑海当中 是根深蒂固的 所谓的百年的变局指什么 过去一两百年 西方国家主导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科技的突破 还是所谓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工业革命 以及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后 都是由西方国家来主导整个世界的变局 现在不一样 现在东升西降应该由中国和他的盟国 来主导世界的变局 这是习近平所谓重新振兴中华 还有什么 大概是这个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中国来主导世界的变局 所以习近平不但跟俄罗斯的领导人讲 也跟德国领导人讲 世界在面临百年不遇的变局 我们一起来推动 当然中国在这里边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这么说了之后 德国总理舒尔茨会不会因为这次访问 而跟中国站在一起 跟美国慢慢逐渐走向一个对立呢 我们来看欧盟现在在做什么 欧盟正在调查中国的电动车补贴 以低价倾销 习近平跟苏罗斯见面的时候 也特别讲到这个 习近平说什么呢 说中国出口电动车锂电池光复产品 这是习近平的经济当中的新三样 也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经济的一个重点的突破 这个新三样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值技术 新值技术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是习近平的未来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 说中国出口的电动车锂电池光复产品 不仅丰富了全球的供给 缓解了全球通胀的压力 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迁和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在绿色能源这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是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而德国是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政党的领袖都会重视这个绿色 因为德国或者说整个欧洲 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大陆 并不是一个传统能源的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 欧洲的传统能源一般重点在 比如说石油天然气 重点的产区在俄罗斯乌克兰这一带 剩下的就是北欧的北海油田 所以说像德国法国这些国家 它本身在传统能源上没有太大产量 它一向要依赖美国 依赖俄罗斯甚至依赖北欧 如果在绿色能源方面 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内陆国家 能够有所突破的话 那么将来它就能够摆脱传统能源的控制 在发展经济方面有更多的主导权 所以习近平也就因为这一点 特别要向德国总理提出了 中国出口新三样 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迁和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 这一点中德是不是有共同的语言 这是习近平要提醒苏尔茨的 习近平呼吁要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坚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多探讨合作 这是苏尔茨率领的代表团 第一站是在四川 第二站是在上海 在上海访问的时候 苏尔茨发表了演讲 这个路透社报道 苏尔茨在演讲当中 他是对好像同济大学的学生讲的 在某个阶段 德国和欧洲也会进口中国的汽车 这个说法 我相信习近平听起来 就应该是有点不舒服 德国和欧洲在某个阶段 也会进口中国的汽车 但是明确 前提是必须有公平的竞争 就是不存在行销 不生产过剩不侵权 这三点恰恰是过去 欧美国家对中国批评最多的地方 也是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批评的重点 就是生产过剩 还有对欧美的市场倾销 至于这个不侵权 这个指的当然是 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两天我看有关电动车销售 在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特斯拉要裁员10% 那很多人都说 特斯拉因为在中国建厂 所以呢 导致特斯拉的技术流向了中国 导致了中国的电动车的发展 蓬勃兴旺 导致了特斯拉受到了中国电动车的冲击 所以呢 特斯拉是叫什么 应有的报应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还是比较片面 中国的电动车的发展 其实你说是不是关键在于 从特斯拉获得了一些 某些关键的技术 所以导致中国的电动车 有这么蓬勃的发展呢 可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中国一向受外国的批评 在这点上 中国过去确实做了很多 但是现在中国电动车的生产 对世界市场的轻销 所带来的危害 关键在于中国对这个行业的补贴 这一点是西方国家最在意的 所以说 导致提出的这个三步 首先是不轻销 不轻销的前提 你首先要不生产过剩 不生产过剩当中 又要保护知识产权 那么这跟习近平所说的 中国的新三样 对全球的出口 丰富了供给 以及缓解了全球的通胀压力 也为全球绿色人员做出巨大贡献 很明显两个人在这个表述上是冲突的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苏尔茨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不是当着习近平的面讲的 他是在访华的第二站 在上海对着同济大学的学生讲的 苏尔茨跟习近平两个人 关门会谈的时候 有讲这个吗 我相信应该有讲 但是苏尔茨最起码在见习近平之前 把他想讲的话 已经向媒体公开了 那么除了这个有关三步 以及公平竞争之外 苏尔茨见习近平重点 还表达了什么样的立场呢 苏尔茨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他公开致辞的时候 还表示他要跟习近平探讨 如何为乌克兰的公正和和平 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也是欧洲国家到现在还指望 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苏尔茨在这个事情上会失望吗 我觉得他一定会失望 因为他走了之后 普京马上就要访问中国了 这说明了中国在俄乌战争 这件事情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说目前我还没看到 苏尔茨是访问中国 为德国企业带来了什么样 实际的眼前的可见的利益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 那么我想等苏尔茨访问完之后 可能这些信息才会慢慢被披露出来 我们看苏尔茨访华 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 苏尔茨在谈公平贸易 而习近平在指点江山讲百年变局 所以说德国会不会因为这次苏尔茨的访问 在国际利益的战略当中 在外交立场当中会倾向于中国呢 我个人觉得苏尔茨这次访问跟第一次访问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德国得到一些经济利益 但是在某一些方面 德国还是愿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做出一些配合 但是等到中国的电动车或者是新三样 真是对欧洲的市场产生倾销的作用的时候 我相信德国会毫不犹豫地跟欧盟其他国家站在一起 来对中国的工业产品倾销行为进行反制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是 苏尔茨访问中国之前 他先去了法国建马克龙 两个人应该是对苏尔茨访华 应该对中国推出什么样政策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两国应该达成了 一定的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也就是欧盟未来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会推出什么反制措施 这也是跟欧盟接下来所做的一切 应该德法两国 包括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应该有所共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 苏尔茨到中国访问完之后 两国的贸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苏尔茨访问中国的同时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也在密锣井鼓 在做什么呢 准备推出新的制裁措施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在苏尔茨访访问中国的同一天 就是16号 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向议员作证 作证什么呢 就是有关中美贸易的问题 这两天我看华尔茨日报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 它说拜登跟川普终于达成了一致 为什么拜登跟川普终于达成了一致呢 这两个人不是政敌 不是死对头 不是在2024要进行胜负决战的总统候选人吗 华尔茨日报说川普和拜登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呢 两个人在对中国的电动车进口方面达成了一致 川普说对中国的电动车进口要增加100%的关税 只要中国赶在墨西哥设厂 现在比亚迪还在说要准备在墨西哥选址建厂 但是如果我相信比亚迪这么做的话呢 美国一定马上推出反制措施 就是比亚迪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不能够按照新的北美自贸协定 在美国可以享有一定的税务优惠 包括他生产的车在美国不会得到 美国政府对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7500美元的补贴 这两天还有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 都在提出对中国电动车增加关税的方案 有些说增加100% 比如说美国共和党的议员卢比奥 还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直接说 就干脆对中国电动车增加一个划一的关税 每台车1万美元 其实增加1万美元的关税 也不代表美国的电动车价格 跟中国的电动车价格能够相提并论 好像比亚迪 我看美国媒体报道 有一台SUV大概在美国的售价 如果让他们进来的话 也不到2万块钱美金 虽然他拿不到美国政府对消费者的补贴 但是如果这个价格能够进来的话 就正如川普所说的 美国的汽车行业将会血流成河 所以现在戴琪在美国国会听证 讲的也是美中贸易政策 接下来将会做什么呢 戴琪说 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 所构成的威胁 正在认真考虑美国的各种贸易防御工具 各种贸易防御工具 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政府之前所说的 在中国对抗美国的贸易制裁的工具箱里面 有大量的工具可以使用 戴琪在证实当中指出说 中国的政策导致美国多个行业出现依赖性和脆弱性 伤害到美国工人和商家 并为我们的供应链制造了真正的风险 我们正在认真考虑 所有的工具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包括通过对中国相关301条款关税历史四年的检讨 这个301关税的检讨 其实在川普年代就已经做了 其实这个301条款 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对中国的倾销行为进行调查 然后增加中国的关税 以301条款作为一个法律的依据 戴琪在美国国会作证的同时 另外一位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 戴琪和耶伦这两个人很有意思 拜登上台的时候 耶伦是鸽派认为应该减低中国货品的关税 而戴琪说我们要认真考虑 戴琪说没有说不可以 但是我们要慎重的认真考虑 所以两个人对华的政策态度 一个是鹰派 一个是鸽派 但是耶伦这只鸽子不但长出了尖嘴 长出了利爪 还长出了他看起来非常可怕的羽毛 耶伦在礼拜二也会在美国财政部 与中国官员就平衡增长展开新的对话 这是耶伦访问中国的所谓成果之一 就是在耶伦访问完之后 中美两国的官员要对美中贸易 平衡增长 公平贸易 进行一个对话 当然这个对话有没有效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耶伦对北京有关产能过剩的警告 只是美国政府行动的第一步 接下来将会启动新一轮的 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 从而导致对中国的新三样 就是电动车 太阳能板 还有其他的进口产品 增加新的关税 路透社说 戴琪在当天的国会听证会上还表示 她正在认真审阅一份 由美国五家工会提出的调查申请 你看在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美国的贸易政策这方面 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 还有美国的工会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美国的工会是美国最大的黑社会 因为它对美国的产业政策 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工会的票 对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 在选举当中 可以说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现在美国五家工会 向拜登政府提出了 对中国所生产的海上后勤 以及制造业中被指控的 不公平行为政策 做法进行新的301条款调查 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在对中国展开301调查 然后对中国推出更加强硬的反制措施 这里面包括增加关税 还有限制中国的一些产品进口 都将会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气候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这种政策推出 我们相信在不久将来就可以看得到 特别在今年2024总统大选年的时候 拜登为了取悦国会 取悦美国的公众 取悦工会 这种政策推出 我个人认为几乎是100%可以肯定的 戴琪说拜登政府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让供应来源多元化 为什么戴琪在听证会上 反复要讲这个拜登政府的目的呢 因为他们要避免 像新冠疫情时候所出现的瓶颈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新冠疫情当中 中国向美国限制出口一些产品 并且在全世界收购一些抗疫产品 这对美国对欧洲国家所带来的伤害 以及让欧美国家所寄取的教训 太过深刻了 所以以后在国际事务的变化当中 无论美中两个关系怎么样 美国一定再也不允许 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戴琪还在听证会上特别提到了 美国和台湾在2022年展开的21世纪贸易倡议 戴琪为什么在听证会上要特别提升呢 今天讲到美中关系 今天讲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这种国际关系 一定会提到台湾 因为台湾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当中 特别在抗中方面 它所扮演的角色 我只能用无可替代来形容 就是台湾无论是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跟日本的关系 或者是跟整个印太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 它都会让美国在对抗中国方面 无论是产业政策 无论是在经济层面 外交层面 还是在军事层面 台湾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也就注定了周边的国家 对台湾外交关系的 或者是经贸关系的看法 也越来越重视 所以戴琪提到美国和台湾 在2022年启动的21世纪贸易倡议 说这个谈判一旦全部完成 双方将达成 自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 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 其实这就是一个换了一个名称的自贸协定 过去我们经常说 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之后 会不会有台美自贸协定 现在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 其实就是一个变了名称的台美自贸协定 因为台美自贸协定 如果真是要签的话 这里面还有问题 就是从原则上来讲 如果台湾和美国之间签署了自贸协定 等于美国再进一步的把台湾 或者说把中华民国 看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这会在现阶段跟中国又产生新的冲突 美国跟中国现在就是希望 在打压中国经济 封锁中国科技的情况下 不要跟中国发生直接的 激烈的 甚至是军事上的冲突 所以说戴琪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提到台湾问题呢 这很符合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议员们的胃口 以台湾的话题来制约中国 这是美国未来在战略上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看 一方面是德国领导人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 但是双方讲的话题的原则 话题的方向并不一致 而美国也根本不担心 德国会未来站在中国的一边 而同时 美国也不管欧洲 对中国的新三样产品 到底会采取什么样措施 美国肯定会采取措施 而这种采取措施的做法是不是反过来 又会推动欧洲更加加紧的 对中国的电动车的补贴问题 或者中国剩余工业产品 清销问题会加大力度来阻止 我相信这种效果一定会有的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